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地仅需多举措提升游客体验 失望组织同意美国对欧盟75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美欧贸易战再次升级 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美欧股市全线下挫 避险情绪大幅攀升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以及相关的旅游机构综合数据显示 今年的国庆假期预计全国将有8亿人辞出游 跟团游 自由行 半自助游 还有自驾游等多元化的出游方式 都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 加日期间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 日均19.1万人次 沈阳 哈尔滨 太原 西安 还有武汉局 都加开了多趟旅游观光动车组列车 郑州东站在北京 上海 兰州等方向 加开了林克55列 成都局扩大了夜间动车组的开行覆盖面 在渝贵 护坤 成宜 渝万 成棉乐 成渝高等高铁线路 加开了48列夜间动车组 国庆假日这两天 各地纷纷迎来了客流的高峰 景区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应对 维护景区的秩序更好地方便游客 昨天早上9点多 在外滩观光平台 来自各地的游客们欣赏着浦江两岸的美景 要拍到一张不带其他游客的照片 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午11点 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大 黄浦公安启动了应急预案 在通往外谈平台的各个出入口 用铁码围出通道 只能单向通行 避免客流对冲拥挤产生危险 比如说降低饱和了 那么我们会采取 放开中山路路面 让游客能够 在中山路路面上观看景况 中午的预员也已是一派人头攒动的景象 九曲桥作为预员的核心景区 早早设置好了蛇行通道 实行单向通行 数十名武警在周围充当人墙 保障市民游客的出行安全 国庆假期第二天 安徽黄山风景区迎来云海日出景观 上午7点 在光明顶 狮子风等地方眼望去 五百里黄山 云海奔腾 天都 莲花等黄山明风 飘浮在浩渺的云海中 美如一幅天然画卷 从10月2号下午 黄山风景区开始迎来假期客流高峰 为更好的方便游客 景区管理部门通过电子显示屏 实时发布进山人数 天气情况和后程情况 方便游客合理安排游览路线 各票房 所到同步运营 采取增设窗口 提前出票 延时服务等措施 全力服务来扇游客 其中 景区北大门实行三票合授 游客在松鼓票房通过一个购票窗口 即可购买门票 所到票和景区交通票 大大缩短排队时间 今年11黄金周 黄山风景区的旅游咨询投诉 处置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投入使用 为游客提供24小时一站式服务 两个小时就能完成游客投诉的 受理和反馈 提升游客体验 在河南交座云台山景区 为应对客流高峰 景区通过景点 道路 车辆的 全方位高清监控 掌握实时客流情况 景区各景点和服务区 都设置了一件智慧邮的二维码 包括了游览线路 语音讲解 乘车点等十余项功能 游客只要一部手机就能畅游无阻 另外 景点也都设置了一键求助按钮 游客遇到紧急情况按下按钮 智慧中心可迅速监控到游客现场情况 并可直接进行语音对话 据统计 10月2号 庐山景区接待游客25.96万人次 同比增长4.7% 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3.5% 其中 庐山风景名胜区 接待游客4.83万人次 比10月1号增加了1.92万人次 为切实解决好自驾车游客需求 当地交管部门现场指挥交通 疏导车流 指导车辆摆放有序 目前 庐山门票管理处 20个人工售票口全部开放 20个自动售票取票机同步开放 加快售票速度 减少游客等候时间 庐山旅游观光车加强车辆实时调度 确保游客顺畅出行 在这样一个喜情欢乐的 节日氛围当中 北京天安门广场迎来了游览的热潮 2号一早 以大花篮为主景布置的 祝福祖国 主题中心花坛也在广场上亮相 记者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的大花篮前围满了游客 不少人都是全家出动 非常的开心 人到来这里 我是来北京这么次最开心的一次 祝福我们祖国万岁 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我们既家三口来到北京 感到要感受一下国庆节气氛 感觉真正感觉到祖国变化特别大 感情就很激动 祝福祖国中心花坛 延续了以花果兰为主的造型 以红黄为主色调 花坛顶高18米 兰体高16米 兰盘直径12米 花坛底部直径45米 在兰体上书写祝福祖国 和普天同庆字样 兰内摆放了富有吉祥寓意的 果实和花卉 体现百花齐放 百果飘香 寓意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 辉煌成就 硕果累累 此外 花坛底部的飘带图案 与广场两侧气势辉红的 红飘带相呼应 寓意全国各族人民 在歌在舞 普天同庆 祝福祖国 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安康 此次天安门广场 祝福祖国中心花坛的组装 在工期 工艺和施工组织方面 都与往年有所不同 花篮组装工作 在10月1号晚庆祝活动之后才进场 10月2号凌晨 广场升旗前完成 总共只用了7个小时 中心花坛与长安街上的 12座主题花坛一起 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 点缀的分外亮丽 随着出游高峰的到来 各地景区纷纷推出了特色活动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带来欢乐 节日里的江西物园人头传动 大批游客来到这里 体验当地特色文化 其中摄宴制作最为有名 每一方宴台的制程 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 只有自己坐在这里 顺领起劲 一笔一刀地去刻 才能感受到这一方宴台的珍贵 还有我们身后的物园的摄宴文化 摄宴制作技艺入选了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园现有摄宴生产企业近500家 有国家级非移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一家 年产宴台60余万方 销售额达3.32亿元 随着体验游的升温 国庆首日物园游客就达到了3.6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5% 在广东惠州罗浮山景区 一场精彩刺激的扁带比赛正在进行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来自广州的张女士 赶紧用手中的手机 记录下扁带上惊险刺激的一幕 挺精彩的 很厉害 雨中豪杰 除了扁带比赛 在国庆长假期间 景区内还有歌舞表演 音乐节等多项活动 罗浮山管委会预计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将吸引游客超过38万人次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5% 江苏丽阳别桥镇原汁原味的山水田园 也吸引来不少游客 农民们更是发挥想象力 利用稻街杆 邀请设计师一起 杂志了许多动物造型 打造出了免费的稻田乐园 从耕牛到飞机 再到恐龙 十吨原本的田间废料 在这里变成了艺术品 在国庆假日里 这个水稻主产区 已然变身网红打卡地 而同样成为网红打卡地的 还有甘肃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 金色的胡杨林 与蔚蓝的天空和广袤沙漠 相应城区 仿佛一幅画卷 令游客赞叹不已 这里景色太美了 我们照了 我们觉得还没完工 我们又是第二次来的 景区沿途的金色田园 风火台 金波湖等 是游客主要集散地段 游人纷纷拿出相机 手机 把美丽的风景 和幸福的项脸一一记录 并上传到网络平台 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10月7日 2019世界园艺博览会 就要落下帷幕了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预测 10月2日到5日期间 试园会将会出现客流的高峰 而在国庆假期 试园会的专用车道 也将会继续启用 具体启用的时间 是出京方向 每天上午的 7时到11时 而进京方向是每天下午的 17时至20时 那么最后几天的园区 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现在马上要来连线一下 当前正在试园会的 前方记者盛华 盛华你好 我看到你这个背后 其实非常热闹的一番景象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最后这么几天 还有些什么样的亮点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是在试园会云南馆的位置 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 在这里身着民族服装的帅哥靓女 在歌在舞 在这里为游客展示当地民族特色的舞蹈 同时也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其实在平时 我们是看不到这样一个舞蹈 这个舞蹈也是在十一期间 特别来推出的 那么历时162天 试园会马上在10月9号就要结束 那么在整个期间的试园会 共组织了3000多场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表演 同时接待游客达到306万人次 而且还有20万的国际友人 那么在这个期间 大家为了缓解早上排队 包括一些滞留旅客这样的一个现象 事员会的组委会推出了一些 相关的一些管理方面的措施 那就是通过搭建了450万坪这样的一个遮阳的一个休息地 然后满足游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排队入园 同时针对老人包括儿童孕妇以及残障人士 在试园会园区当中设置了五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 同时还有54处的志愿者服务中心 那么就是为了满足游客在游览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的一些需求 那么同时在这里其实也想提醒游客 就是马上我们这个事员会就要落下帷幕了 可能也就在短短的五六天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个期间内我们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合理安排来参观 同时就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出行这样一个提醒 如果大家从北京出发的在市中心 比如说以国贸为例的话 大概需要路上来这里的车程大概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所以我们的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和以形成的安排来安排好未来这几天 剩余的国庆假期的出行 以上就是事员会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 好的 谢谢盛华带给大家的介绍 还有带给大家的这些提醒 没有去看的朋友们真的要抓紧了 其实除了看事员会之外 看电影其实也是假日里面的一个热门之选 那么今年是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 还有中国机长三部主旋律电影 掀起了一波观影的热潮 其中我和我的祖国的票房更是一路领先 已经突破了11亿元的大关 我和我的祖国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历的七个经典历史瞬间 讲述普通百姓和共和国息息相关的故事 平时我一直听到那个我和我的祖国 我想看那个电影加深对祖国的印象 记者随后登录某电影购票网站发现 我和我的祖国的电影场次大都显示为满座 火爆程度可见一般 同期上映的攀登者讲述了1960年5月25号 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 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故事 我很感动 我已经78岁了 我第一天来看 我就要看这个片子 谢谢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在10月1日的上午 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阅兵中陆上作战群第一个出场的 依然是陆战之王99A坦克 他们第四次以舰阵出击接受检阅 而驾驶99A坦克的头车驾驶员 是被誉为兵王的一级军事长丁辉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阅兵营 来看一看这位身怀绝技的兵王的故事 四次开第一车 按理说应该是轻车熟路 但是对我来说 参加次数越多压力越大 就是你咋一次眼 就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那要求你把大几十吨的大家伙 操作在0.1的范围内 你想的难度有多大 阅兵市场 虽然大家看的是装备 但更多考验的还是操作装备的驾驶员 天辉驾驶一号车 负责控制总体的方向和速度 它的每一个微小调整 都会直接影响后面 整个收阅的装备方队 为防止装备在行进过程中 出现问题影响收阅 这次训练 指挥组给装备方队特别设计了 绕捕托处置科目 我们在第二次发动完毕之后 会给我们出一个情况 暂定是9号车出现故障 无法发动 在9号车迁移出去之后 我们24号车补进来 顶到9号车的位置 然后再指挥其他的车 依次后到 绕捕托科目 是当一辆装甲车出现故障时 后补车辆要快速补位 继续参加检阅 而故障车也要在最短时间内 快速脱离现场 专家的建议是利用绳索脱走 而丁辉则要求使用刚性牵引 刚性牵引可以让故障装备 和脱臼装备的行走方向保持一致 但牵引杠的连接 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 当时他说 我们完成这种刚性牵引 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后来经过实践 我们最快的时间 7分钟就完成了脱臼 比软性牵引还快 情界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默契 丁辉带领战友们 用快速完美的脱臼 征服了现场专家 而这种自信 源于他与装备26年的相濡以沫 没有争论 咱们没有共识 我坐在我站车上的时候 马达轰鸣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什么事都不想 说真心话 真有一种人车合一的感觉 那么有时候 包括完成一项大巷的任务 我都会拍拍我的战车 老伙计上战场了 作为一个直约军人 其实我想 我生活当中更多的是我的坦克 是我的装备 我离不开它 要再次为他们点赞 10月1日参加授月的空中梯队 以7分50秒的时长 在天安门的上空 画下了完美的航计 精彩背后 是人民空军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的飞跃发展 今年的空中梯队 由空军和陆军 海军航空兵派出的 34型168架飞机组成 编成了12个梯队 这次空中梯队 全部由现役国产 主战航空装备组成 直20 运20 歼20 歼20和教室等多型飞机 都是列庄后首次飞越天安门 这里是华北某机场 在我身后即将起飞的 就是整个空中梯队的领头燕 空警2000预警机 那么随着它的起飞 遍布在北京周边 8个机场的 所有海空军固定翼飞机 都会在它的带领下 既是领头燕 又是空中指挥所 在空警2000上 担任空中梯队带队指挥员的是 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上将 在寿越飞行历史高度最低 梯队衔接战机间距最小的标准下 能够迷秒不差地接受检阅 空警2000预警机的飞行状态 尤为关键 这一次是9机的舰队 队形发生了变化 队形发生了变化 对我领队机掌机来讲的话 难度和标准要求提高了很多 我观察不到辽机了 完全靠机组之间的 完全的信任和默契的配合 我的每一个细小的修正动作 每一个偏差的修正 传导到最后的叠加效应 就会放大 梯队一旦甩起鞭子来 这个队形就捂了起来 捂聋了一样 就不好看了 这次授阅 由J20 歼16 歼10C 组成的空中三剑客 首次喜剧亮相 也是阅兵亮点之一 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 空军的空防新实力 正在飞行的是 首次亮相的 国产新型轰炸机轰6N 与它组成编队的 是近年来飞跃岛链 景寻东海 战寻南海的轰6K战机 它们的高飞远航 向世人展现了 中国空军的战略转型 向世界一流空军 迈进的壮美航机 随着我们武器装备 足够的更新换代以后 我们还要复制得更远 多走出去 从天安门受阅的来说 这确实是我们终身光荣的件事 月二龄是国产大型运输机 这次阅兵不仅是 月二龄列庄后 首次飞跃天安门 还是首次三机同晃 以80x80的密集编队 接受检阅 以前我们叫这款飞机 叫胖牛 和它相处的时间越长 对它感情越深 越喜欢 在国庆70周年的阅兵当中 来自火箭军和海军的八个方队 全面展现了 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其中首次亮相的最新型的 镇国重器 备受世人关注 声势浩大的战略打击模块 分别由来自一线部队的 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 长舰100巡航导弹方队 东风26核长兼备导弹方队 巨浪2海军前射弹道核导弹方队 东风31甲改核导弹方队 东风5B洲际弹道导弹方队 以及东风41核导弹方队组成 引领战略打击模块装备方阵 率先通过天安门光荣接受检阅的事 首次亮相的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 东风17常规导弹 是实践中进程常规导弹 换代发展的新一代主战装备 发射时间更短 机动距离更长 精度更高 打击威力更大 我们看见这一型导弹 它的外形很有特点 识别无比我们以往的导弹 是远弹头 它不一样是尖尖的三等性 而且还要带小翅膀 这样子对它的作战性能来说 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这样的设计 会使它的图防能力大大增强 这个弹头设计像个小飞机 它的设计会使弹头的飞行轨迹 更加灵活多变 整个图防下来 敌人很难拦截它 在这次国庆阅兵当中 首次在战略打击武器的方阵中 加入了来自海军的武器 就是我们眼前首次亮相的 巨浪2前射弹道核导弹 它主要是搭载于 新型的战略核潜艇里面 那么它是由东风系列 某型导弹改进延伸而来 所以被称为东风水下工程 但是它并不是简单地 将东风导弹进行前射的改版 而是在此之上 加入了更多的先进的技术 作为我国陆基 海基 空基 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一环 海军巨浪2导弹 是我国第二代前射远程弹道导弹 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能力的重任 潜逆深海 悄无声息 巨浪奔腾 威震海天 是有效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和大国尊严的国之重器 战略打击模块压轴出场的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陆基机动固体弹道式 洲际核导弹东风41 这是我国目前最先进 最具有威慑力的大国重器 作为我国战略武器的中间力量 主要担负对强敌进行 有效核威慑和可靠核反击的作战使命 我国自主研制新一代的 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 采用了信息化发射平台 具有单车集成化程度高 发射系统功能权等优势 它的突防能力 打击能力 生存能力 都有着质的变化 东风41导弹发射车 具有强大的机动性 无论高原 戈壁 雪地或沙漠 等任何极端地域 在国土范围内 都能实现全域机动 随机发射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世界贸易组织的周三 对于美国诉欧盟补贴空壳案 做出了仲裁决定 批准美国每年对价值 大约75亿美元的 欧盟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立即发布了一份拟征税的清单 美欧贸易战再次升级 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CNBC的叶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结果 是授予了美国向总价值 约75亿美元的 欧盟进口商品征税的权利 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是立即发布了一份 你征税的清单 总体上来看 这份清单的覆盖范围 是相当的广泛 从飞机到威士忌酒 咖啡 奶酪 冷冻肉 黄油 酸奶 各种服装和毛毯等等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 都将受到影响 在你征税的幅度上 除了飞机是10%外 其他商品基本上都是25% 征税的计划 将于10月18号正式生效 那据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称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贸易纠纷仲裁 而他们也将其视作 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作为这一诉讼的势力方 欧盟则对美方的征税计划 是持强烈反对态度 欧盟贸易委员 马尔姆斯特伦 在回应仲裁时表示 美国的做法目光短浅 将适得其反 那他同时也对欧盟 向美国发起反制 敞开了大门 不只是竞争对手 美国国内反对 征税的呼声也是不低 在拟征税计划公布之后 美国航空类公司 是第一时间发声表达担忧 那么达美航空表示 美国的征税计划 将严重损害航空业 伤及数百万雇员利益 并且影响美国民众的 公共出行 而杰兰航空指数 征税将使得廉价 航空公司的运营 是更加的艰难 那按照去年的贸易额计算 欧盟是美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第二大进口市场 美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 分别是4880亿美元 和3190亿美元 一旦美国的征税计划生效 那么将意味着 美欧之间贸易战的全面升级 那这加剧了 美国金融市场的担忧情绪 最近两天美国接连公布的 制造业和就业数据 是双双的利空 使得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的凸显 美国股市也已经连续大跌了两天 投资者担心持续的贸易战 会拖累全球增长 并有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那么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内 欧盟方面短时间内 还很难对美国做出全面的反制 但是制约手段依然存在 那么欧盟将如何应对 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数据 继9月份的美国制造业采购 经济人指数PMI大幅下滑之后 2号美国公布的ADP 就业数据的表现也不及预期 投资者对于经济疑虑 进一步加深 2号我们看到美欧股市 全线下挫 伴随着股市下跌 大量的资金转向了黄金 等避险资产 当地时间10月2号 美国股市延续前一日的下跌势头 主要股指创下近6周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分析人士称 9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大幅下滑 并创下近10年以来最低水平 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制造业 萎缩加剧的进一步担忧 此外 据美国媒体报道 来自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就业服务公司 公布的全国就业报告显示 8月份就业人口增长也不及预期强劲 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于26078.62点 跌幅为1.86%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收于2887.61点 跌幅为1.7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于7785.25点 跌幅为1.56% 欧洲三大股指2号全线下跌 伦敦股市金融时报 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2号报收于7122.54点 跌幅为3.2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戴克斯指数 报收于11925.25点 跌幅为2.76% 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 报收于5422.77点 跌幅为3.12% 国际金价方面 纽约商品交易所 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12月黄金期价 2号收于每盎司 1507.9美元 涨幅为1.27% 此外 国际油价2号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 11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 52.64美元 跌幅为1.83% 12月交货的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 57.69美元 跌幅为2.04% 在当地时间的2号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正式地提交了 最新版的英国脱欧协议 新协议就颇具争议的 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增设硬边界的问题 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据报道 英国方面在最新协议中 做出一定的让步 来避免在英国北爱尔兰地区 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 增设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等硬边界 如果美国会在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就像是这样 我们必须承受这实现 而且有必须承受 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有必须承受 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我们认为 这些国家的国家 能够完全平均 不通过 并不会有新的构建设施 奥里斯·约翰逊在协议中建议 将北爱和爱尔兰全岛设置成商品监管区 由此 北爱地区名义上接受英国管辖 但在贸易关系层面 继续保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内 接受欧盟贸易法律法规管制 到2025年时 由英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和议会决定 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贸易体系内 对于新的内容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表示欢迎 并肯定英国政府推动脱欧谈判的努力 但新协议在国内引发了不同声音 2日晚些时候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克尔滨 评价新版脱欧协议时批评称 英国政府在新协议中让步过大 英国政治分析人士则指出 新协议为避免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增设硬边界 需要双方在各自境内 增加类似海关的商品检查设施 由此虽然没有出现名义上的边界 但却增加了两条虚拟边界 新脱欧协议若要实施仍充满挑战 今年的第18号台风米娜 在昨天的晚上登陆了韩国全罗南道的海南郡 并且横扫了韩国的南部地区 给当地带来了强风和强降雨 昨天韩国全国有681班航班停飞 165艘客轮停运 釜山 济州等主要港口限制船舶进出 汉拿山等国家公园的登山路也被封闭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 米娜将于3日中午以前离开韩国境内 截止到当天早上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 4人受伤 100多栋房屋被淹 多处的城市道路积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周三 飓风洛伦佐是袭击了葡萄牙的亚素尔群岛 沿海地区掀起了巨浪 岛内的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损坏严重 造成了断电 码头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亚素尔群岛的民房部门的负责人称 这是群岛近20多年以来遭遇的最强的飓风 飓风过境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63公里 亚素尔群岛位于葡萄牙大陆以西大约1500公里 有将近25万人居住 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 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非常著名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再次喷发 散发了大量的灰烬还有烟雾 根据墨西哥救灾机构称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目前已经喷发了将近215次 其中最为强烈的一次喷发是在当地时间的周三凌晨 喷出的烟柱高达2000米 墨西哥的相关部门呼吁周边的居民做好防护工作 避免受到火山灰的影响 欢迎回来 六集纪录片《我们的征程》 今天晚上将会播出第二集《制造脊梁》 在第二集当中 纪录片将展现70年间 中国由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强国迈进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道路 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来先读一块 在即将播出的第二集《制造脊梁》中 我们将前往厄尔多斯 看世界最先进的采煤机如何工作 在大庆油田 探寻铁人钻井队的昨天和今天 在东海岛上 目睹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崛起 我们讲述新中国第一辆汽车 第一根钢轨 到今天的高铁大装备都能自己造的豪迈故事 他们造出新中国急需的第一 他们铸就国之重情 他们创下基建传奇 他们留下奋斗的福气 七十年奋斗路上 有你 有他 有我 这是我们的征程 在国庆期间 不少人其实是选择出门旅行 领略各地的美景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也一块来欣赏一下 祖国的壮美山河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东西 ont到顿牌 里面的非洲 完成生意 好 都肯定是没有 十日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